大家好,我相信养月季的花友肯定都听说过一种病 那就是夜斑病 夜斑病在夏季属于一个超高发的时间段 尤其是在6月份到8月份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伏天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夜斑病出现了 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还有要怎样去分辨它的夜斑病呢? 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夜斑病的问题 因为我这一株月季就是感染了夜斑病 和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 月季花它的夜斑病的表现非常的典型 会表现在它的叶片上面 大家看这个就是典型的夜斑病了 它上面有一个一个的黑色斑点 长了斑点之后就会逐渐的出现发黄 然后就会蔓延到整个植株都出现这种黑色的斑点 那么植株最后就会落叶不断 而且把这些叶片掉光了之后长出的新叶子 又会继续感染这种夜斑病 周而复始一直不停地长 不停地长 但是这个植株它也死不了 也开不了多少花 所以这个夜斑病它的危害其实是特别的大的 当我们发现月季它感染了夜斑病之后 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第一步先把这些病叶子给它摘掉 不要留一张都不要留 这些叶子摘掉之后呢 不能够随便的遗弃 不能够丢到花园里面 而是要把它统一焚烧掉 因为它里面的病菌呢 特别容易再一次感染这个月季 第二步就是把盆面的这些叶片呢 给它清理一下 里面很有可能还有一些浅长的细菌 然后呢就会继续往上蔓延 导致再一次出现夜斑病的问题 好 现在呢 叶片已经给它摘掉了 而且呢 盆面的叶片呢也给它处理掉了 现在呢就应该给它做第三步处理了 第三步呢就是要给它打药 这种病你不打药根本就治不好 那么给它打什么药呢 直接给它使用这个月季养护套餐里面的 这个密菌籽来给它喷洒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广谱的杀菌剂 而且呢是月季养护专用的一种药剂 是杀菌剂 把它和清水对稀释之后 直接给它装到这个喷壶里面 我这个呢已经是提前调配好的 把它摇晃溶解均匀之后呢 直接往它的叶片和枝干上面去喷洒 整株植物都要喷洒 然后喷洒完这些枝干啊叶片呢 就再一次给它喷洒这个盆面 因为有一些叶子掉落到盆面 难免会有一些细菌会入侵到这个花盆当中 就需要给它喷洒这个盆面了 月季出现叶斑病 处理方法还真有一套 我们把这一套方法学会了 基本就能够根治叶斑病问题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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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t